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锁定今天的台湾医疗之光 我是秦琳谦 今天台湾医疗之光 我们要先为您锁定的主题来看看的就是 您知道吗 全台有23万人 大概是有心率不整的情况 而其中心防战动是最常见的心率不整 台湾每100个人就有一人罹患心防战动 过去必须要靠药物治疗 现在透过电烧术治愈率大幅提高 而且这个技术还是台湾独创 吸引19国慕名求教 心防战动是最常见的心率不整 而在台湾每100人当中 就有一人罹患心防战动 而台北荣总心脏内科团队 每年举办研习课程 吸引了全世界各国的医师 前来交流学习 来共同研究电烧手术 来自大陆 香港 新加坡等各国医师们 齐聚一堂参与这场致命性 心率不整手术研习课程 动物的研究 一些分子生物的研究 来探讨心率不整的基转 那从这里也慢慢研究 我们发现有一些 一些基转在背后 包括自律神经的部分 的问题会造成这个心率不整的 恶化变严重 训练是一个美国的研究 所以教授已经很清楚了 然后当我告诉他 我认为我来到这里 因为他知道我会有很好的练习 医师们彼此相互分享 同时也透过及时视讯 了解电烧手术过程 目前新式品牌的话 可以经由电烧手术 可以让病人避免未来自命性 心率不整发作风险 过去心率不整必须靠药物治疗 现在透过心导管电烧手术 治愈率大幅提高 而这样重大改变 来自于台北荣总副院长 陈诗安超越全球 率先发现心房战动 是上腔静脉和背静脉 异常放电引起 揭开治病关键 突破药物限制 看到病人有这些心房战动 如果都只是用吃药的方式来控制 到底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况且有大概10到20%的病人 你只是用药物来控制的话 这些病人他们的心房战动 还是常常的发作 给病人带来非常大的困扰 况且病人如果有合并心房战动的话 不管他在哪一种疾病的话 他的这些相关疾病的这些死亡率的话 一定会是增加的 埃隆副院长陈诗安 带着TVBS采访记者穿上隔离衣 独家拍摄心房战动电烧手术 这里是心导管室 里头有心率不整定位移 而北隆副院长陈诗安 这也是他的医疗研究基地 手术成功率世界第一 那经过这些穿刺的手术以后呢 再把这些导管再把它 带到心脏 作为这些定位的情形 执行手术医师将导管正确定位后 心导管控制室 医师可透过影像 确定目标进行烧镯 我要做这个电烧手术 放着电烧 放着气扇区 如果以你的这个手术技术 绝对没问题 这也有把握 即便发现病人三条血管放了支架 再加上有很复杂的心事平脉 陈诗安也很有信心 透过电烧手术 能成功治愈心率不整 目前台湾至少23万人 有心率不整的情况 北隆心脏内科团队 由副院长陈诗安率领 独步全球 从心导管电烧技术成功 被美国心率学会 比喻为台北方法 完成2000多例 心防战动电烧手术 以我们的坚持 所以在全世界上 有所谓的台北方法 台北approach 台北农民种 因为在心防战动电烧术的 这种开发在全世界 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比如说有关心防战动电烧术的 全世界的准则 那我必须要整合 全世界在这些心防战动电烧术的 各国的佼佼者的这些教授 来召集他们写下这些准则 陈诗安诚受邀撰写治疗准则 长期追踪病人 而术后病发症只有百分之2.59 低于国际平均百分之4.54 成功率世界第一 心防战动电烧手术 北隆心脏内科团队 结合影像学 义工软体和定位仪 等先进设备 位居世界领先定位 透过医疗先进技术 让全球心防战动病患 大幅降低复发率 TVBS新闻 陈如环 张震安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再来要带您看的是空污的问题 您知道吗 中南部的空污PM2.5浓度 是全台最严重的 而空污问题会影响到的 就是肺癌发生的几率 我们带您来看看 空污问题增加肺腺癌的离癌风险 而其中又以30到40岁离癌比例 逐渐的增加 未来10年将会是相当大的威胁 而且根据卫福部资料的统计 现在平均57分钟就有一人死于肺癌 而肺癌已经成为了台湾的新果病 卫福部资料显示 一年死于肺癌人数约9000多人 而平均57分钟就有一人死于肺癌 而现在肺癌已经成为了新果病 有年轻化的趋势 你收到之后 我再看一下那个李培金的 乐在工作 随时随地笑脸迎人 他是心仪 今年37岁从事保险业 是同事们眼里的好主管 更是两名孩子的母亲 还难想象 他罹患肺腺癌第四期 与病膜对抗一年多 每个月必须按时施打化疗 现在癌细胞扩散到淋巴 已经改善控制中 欣怡仍坚持继续回诊 不让病容在他脸上看出一丝痕迹 说到家人和两名年幼孩子 和坚定的信仰 是让心仪继续支撑下去的动力 其实她也曾经担任过9年多护理师 看尽生老病死 后来辞掉工作 开始从事保险业务员 只因为频繁干咳 前往门诊检查 才意外发现肺部长了肿瘤 我当时其实一开始症状就是干咳 然后摸到有种块 化疗放疗 然后在化疗那个药物上面的搭配 可能会搭配到三四种甚至五种 与欣怡同样罹患肺腺癌案例 还有台北市长柯文哲太太陈佩琪 在2011年员工健检 当时被检查出来 思考很久生活作息正常 上班交通工具 搭公车和捷运 以及走路 平常在家也是戴口罩煮菜 没有癌症危险因子 怎么会得肺癌 肺腺癌的话 它这个对药物的抗药性很强 末期的肺腺癌的话 常常这个药物用一段时间之后 就要再换新的药物治疗 民众如果经常发生咳嗽的话 这很有可能就是肺癌初期的症状 如果病情严重 必须使用氧气和呼吸器治疗 就是因为肺部已经被癌细胞入侵 往往肺腺癌病患 到了末期已经无法自主呼吸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分类 肺癌主要可分为小细胞癌与非小细胞癌 其中非小细胞癌又可分为肺腺癌 磷状上皮细胞癌和大细胞癌 全世界的研究都有清楚地指出 空气污染尤其是PN2.5 是一个高度致癌的物质 尤其他得到的癌症中 与肺癌是最有相关性的 很多女生的病人 他一辈子也没有抽烟 10个肺癌的女生病人 10个有9个没有抽烟 男生里面大概10个 也有6个没有抽烟 所以这些没有抽烟的病人 我们真的很难临床上解释他 为什么会得到肺癌 而目前看起来最有可能的原因 就是我们空气污染 这个细血腐微粒上面 如果带有这些致癌的物质 那产生这个癌症的机会 就会比较高 这个空气的品质状况如何 如果PN2.5的浓度比较高 我们就最好是避免到那个区域去 医师不会言 国内肺癌患者与高温烹调 和空污脱离不了关系 对于肺腺癌患者来说 不论离病是什么原因造成 最重要勇敢接受治疗 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相信自己不要害怕 神的恩典够你用 TVBS新闻 花正森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而说到了癌症 台湾癌症人数越来越多了 其中头颈癌患者 在面临治疗的时候 有9成会出现副作用 就是口腔黏膜炎 如果再加上标靶药物 几乎每位头颈癌患者 都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不过现在透过新型的 免疫疗法 治疗头颈癌 有新的突破 这台直线加速器 以头颈癌患者 头部肿瘤位置为中心 可360度旋转 多面向照射治疗 勇敢不畏惧 积极治疗 黄小姐三个月前 发现颈部有肿块 到医院检查 诊断出罹患 唾液腺肿瘤 开刀切除后 再进行放射线治疗 进行放射治疗 一次约10分钟 医护人员忙着监看荧幕 调整正确位置 精准透过放射光束 杀死癌细胞 在放射治疗过程之中 完全没有感觉的 旁边有那个雷射的线 那我们会用三度空间 就是两边有两组雷射 和中间有一组雷射 那是对于对准来说 是用三度空间去对准 照射位置的部分 这是一定要精准的啦 头颈癌包括口腔癌 口咽癌 下咽癌 和喉癌 在台湾每年有超过 八千人离病 其中有七成患者 有吸烟吃冰榔习惯 三成离癌原因 目前仍还不明 另外颈部恶性肿瘤 包括了淋巴癌 唾液腺癌 甲状腺癌 一届估计接受化疗患者 约有四成会发生口腔黏膜炎 而头颈癌患者接受放射治疗 有高达九成会出现口腔黏膜炎 若再加上标靶药物 也就是说几乎每位头颈癌患者 都会面临嘴破剧痛 吞咽困难 放射治疗后 若出现口腔黏膜炎 该怎么避免副作用 研究显示 透过喷剂可舒缓疼痛感 患者频率需妥善照护口腔 再加上有营养支持 也能避免口腔黏膜炎 进一步恶化 方式要在治疗当中 常常病人会有一些 口腔黏膜发炎 口干 还有就是体重下降 疼痛 毛发脱落 这些副作用 为了要让病人 能够顺利把疗程做完 所以我们在治疗当中 一定要很细心的 每个礼拜跟病人见面 针对病人的症状 来可以给予适当的处置 扩散型肿瘤治疗方式 有化疗 荷尔蒙 标靶药物免疫 而局限型肿瘤 可用手术和放射治疗 目前头颈癌在各类癌症中 复发率不算高 不过仍有部分患者 戒不掉烟酒 甚至吃槟榔 会大大影响治疗效果 现在台北荣总协议肿瘤科 针对头颈癌治疗 有了新突破 免疫治疗在癌症 都是有很大的突破 跟我们过去要治疗癌症的观念 有很大的不同 过去要治疗癌症就认为说 要直接的去攻击癌细胞 但是这样子可能造成的问题 是会很容易复发 跟产生抗耀性 但是如果说 去活化自身的免疫系统的话 让免疫系统来清除癌细胞 还有两大特色 第一个就是说 它可以避免这种化学治疗 或不要把治疗带来的 巨大副作用 第二个是它可能会让这个病人 肿瘤控制的时间变长 各种肿瘤之中 像是黑色素瘤 肾细胞癌 膀胞癌 口腔头颈癌 还有肺癌 都是对于这种免疫治疗 算是特别有疗效的肿瘤之一 肿瘤科医师提醒 民众生活作息尽量正常 多做有氧运动 定期健康检查 随时注意身体状况 若头颈部出现 不明原因肿快 提高警觉必须立即就医 把握黄金 治疗时间 TVBS新闻张正安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刚才提到的免疫疗法 是治疗癌症的新疗法 目前主要针对的是 黑色素瘤 肺癌 膀胱癌 还有就是头颈癌了 免疫疗法可以让部分的癌症 成为慢性病 改血病人的命运 只是费用比化疗高出许多 来到胸腔内科后诊区 不少民众等着看病 根据卫福部统计 近30年来 台湾因为肺癌死亡的人数 已经成长了5.7倍 而且10年来死亡率都是冠军 相当于57分钟 就有一个人死于肺癌 而且存活率不到两成 到底该怎么办呢 其实现在有新型的免疫疗法 可以提供选择 让肺癌在半年内存活率达到了八成 但是免疫疗法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问问专业医师 医师好 一张又一张幻灯片 都是相关案例 治疗后肿瘤缩小 除了传统医疗发挥效果 还有利用人体免疫系统的 免疫检查点蛋白 他们能够减缓身体对抗细菌病毒 避免过度免疫反应 伤及正常细胞 透过服用免疫疗法药物 阻断活动就能够增强 将破坏肿瘤细胞的能力 但不是每个病患都能够使用免疫疗法 必须事前做检查 病患体内的一种细胞蛋白 叫PD-L1 会抑制免疫系统 它的浓度必须达到50%以上 才能够使用 刚起步的免疫疗法针对黑色素瘤 肺癌 膀胱癌以及头颈癌有不错成效 但一切还在发展中 医师强调目前还是偏向搭配其他疗法一起使用 除了传统疗法 这台由德国引进的新款热疗机 同样能够增加免疫疗法的强度 不同于传统的热疗 我们在这里加入了电疗的概念 我们把手指放上去之后 电疗就会引导到正确的肿瘤位置上头 就是利用这样的原理加入热疗之后 拿一个灯泡 我们看看它到底有没有通点 透过电流提高精准度 激发肿瘤附近的免疫细胞 而体温升高到39至40度的时候 也有助于免疫细胞增加 指着数据本身也是癌有的 病友连线理事长 过去罹患乳癌成功治愈 帮助无数病友的他 对新的免疫疗法也是充满期待 但是他坦言副作用谁也不敢说 更令人担忧的还有庞大医药费 如果以化疗20万上下的花费 对比免疫疗法200到400万都有可能 现在传出健保署明年将会编列 12.2亿的预算 给付免疫疗法药物 免疫检查点的一个抑制性药品的话 这个药品的话就是我们在明年 我们有编将近12亿的经费 那目前就是健保会已经通过了 那最后的就是财夺的话 现在会等胃部部做最后的一个决定 透露最快年底定案 但是保费有限如何运用 掌握着不少生死交官 也考验着政策能否真正对症下药 TVBS新闻笑意强 詹书涵台北采访到 脑中风带您来关心 现在45岁以下竟然也成了中风的高危险群 如何检视自己有没有中风征兆 FAST辨别中风的四个步骤 一起来了解 回想起突如其来的脑中风 让这位27岁年轻女孩坚强地擦干泪水 小平要告诉大家 她不放弃 要继续勇敢面对人生 想都没想到全球一般人口中 仅有0.1%到4%的脑血管畸形 竟发生在自己身上 两年前突然晕倒 瞳孔放大 家人焦急地将她立刻送医急救 随即进行开颅手术 降低脑压 当时医师判定为动静脉畸形 术后恢复情况良好 每天护健 左脚可行动 但左手必须靠家人帮忙按摩 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 即便护健时 会感到疼痛 小平仍会努力撑过去 怎么想都没想到 居然会脑中风 先天性颅内动静脉畸形 就是因为脑部血管不正常聚集 使动脉内的血液不经过微血管 而直接注入静脉 形成一种高流速及高压力的血液短路 导致脑中风 过去中风的发病年龄 大约都在六十五岁以上 而现在五十五岁以前中风 是属于年轻型的中风 而且现在已经突破了一成左右 大多是属于出血性特别高 细心照护病患 他是脑血管科医师李怡慧 医治不少脑中风患者 这几年在门诊上也发现到了一个现象 中风年龄明显下降 根据卫福部统计 每年因为脑血管中风死亡人数超过一万人 而台湾中风患者有八成是缺血性 两成为出血性 大部分的中风的病人其实都没有什么中风的前照 如果你偏头痛发作之前 眼睛有会视觉会看到特别的闪光黑影 这个我们叫做偏头痛视觉预照 如果这样的病人他在又抽烟 或者是吃避孕药 会大大增加中风的风险 过去的研究高达三十四倍 如果你平常都没有头痛 那出现了这个不寻常的头痛 新的头痛 请你应该要就医 从临床经验分析 本荣神经内科主治医师陈伟达认为 经常偏头痛的人更应该多留意身体状况 而导致中风危险因子排名前五名 分别为高血压 肥胖BMI值大于三十 抽烟喝酒 有家族中风史都必须要特别注意 15岁以前中风的 这个其实全世界或甚至台湾啊 目前比较少这方面的发表 那他这个中风的成因跟老年人比起来不一样 像我们常见老化 血管老化三高啦 心率不整啦 这些在年轻型反而就不那么多 但也有啦 年轻型在我们台北荣总的中风登陆当中 我们拿2010年到2017 假设七年的时间来看 我们还追踪了这些病人 我们发现出血跟缺血的比例 就几乎11比1了 年轻人一旦罹患中风 经过治疗后 和55岁以上老年人相比 功能恢复较好 死亡率也较低 谢谢所有照顾过我的医疗团队家人 我会快点恢复健康吗 再重新开始我的人生 谢谢你们 TVBS新闻 花正森 蒋志伟 桃园台北 采访报道 而如果脑中风了 急救有技术吗 黄金三小时仍然是关键 最近网路流传中风有新的治疗方式 澳洲逆天突破新技术 可以将血栓从脑血管中取出 不过医师解释 这样子的手术叫做动脉取酸 其实台湾早就有了 左侧没有力气 说话不清楚 你大概五分钟之后到达是不是 好 谢谢 接人归台仔细记录患者状况 马上启动中风 紧急医疗处置照护网 赶紧让疑似中风的病患 送到CT电脑扫描室 同时还要照CTA 用电脑断层来检查动脉血管 接下来我们检查就开始了 老老师您刚听说 不一会儿电脑扫描的照片输出 另外一边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 也抵达现场 马上判断脑部受损的状况 中大脑动脉 在这一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相对的完整 但是在另外这一边的话 它到这个地方就过不去了 抢救中风的病人 要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三到八小时 先帮病人注射静脉解酸 同时医师会减伤 认定是否需要下一步 更积极的治疗 除了这个施打血栓溶解剂之外 如果它还符合打所谓的 经动脉取栓的这个部分的话 那我们是会继续往下走 动脉取栓团队IA team即刻启动 病人马上送进来 一秒都不敢拖延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空间 是血管摄影师 难得在镜头前面公开 待会儿要模拟示范的 就是动脉取栓手术 这个手术困难度非常高 而亚东医院早在2009年就开始研究 接下来由假人模拟动脉取栓手术 导线将会从属性部的大动脉进入 当导影馆注射体验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导师放到体验里头去 手术过程约需一到两个小时 要把导管正确送到阻塞的位置 必须一边打显影剂 一边送导管 就像是闭着眼睛开车 需要非常高的技巧和耐心 只要在黄金治疗期 三到八小时之内做好处置 就能缓解病人中风指数从高降到低 但仍然有风险要注意 治疗的过程当中 我们担心的并发症 主要是脑中风持续恶化 跟脑出血这两项 透过精准的时间链 把医疗团队串联起来 用最少的时间争取最大的治疗效果 今年一到十月已经累计了37位病例 血管优质再通率高达92% 已经和国际顶尖医学中心的水准 平起平坐 能拥有这样的实力 也是因为不断培养人才 血管内治疗的一个模拟器 主要在于我们的医师的人才训练部分 在过程当中可以训练学员 对于导师在血管内运行操作的熟练度 需要非常熟悉血管构造 至少要上一年的课程 除了人才培养时间长 动脉取栓健保给付的点数 大约是7000点 跟心脏阻塞动辄4到7万点来比 实在差很大 却要承受较高的风险 也需要主管单位重新审视 为了减少中风而失能的病患 新北市卫生局从105年就开始推动 脑中风紧急医疗处置照护网 结合消防局119和中度级以上急救医院 进行黄金三小时静脉绒栓 106年再加强导入动脉取栓 我们也把新北市 还有包括台北市的四家医学中心 一起纳入 让整个我们到台北地区的市民 都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 最重要的还是 及早发现 可以从星星那题 FAST中风评估来检测 F代表脸歪斜不对称 A则是手臂无法举起 或是突然间说话不清 T就是要立刻打119送医 以静脉溶酸 当时我们试办三个月 我们看到的我们平均的这个施打量 会是全国平均的两倍 透过绵密的医疗网络 让中风的病人能及早就医 越早发现中风症状 就能尽速获得医疗照顾 回归正常生活 这需要来关注对女性朋友 很重要的就是子宫颈癌疫苗了 有些观念您要知道 就算是27岁以上施打 仍然有90%以上的保护功能 另外生完小孩也是很好的施打时间 还有其实您知道吗 男性也可以施打 脸上挂着笑容 交出信封袋 里头装的是乌黑亮丽的头发 就读一年级的减小妹妹 来到癌症希望基金会捐法 已经是第二次了 帮助到没有头发的人 可以让他们开心 基金会设置的康复用品室里 一点点假发 供给因为化疗掉发的癌症病友挑选 其中有部分女性 就是子宫颈癌的患者 对于子宫颈癌的病人 他们常常会面临的是 子宫的全部切除 或甚至有的时候 是连卵巢都要拿掉 在基金会服务病友的七纪玲 同时也是护理师 接触癌症病友十多年 深深感受到罹患子宫颈癌 对女性来说 治疗过程不仅仅是种煎熬 也容易被剥夺原有的自信心 3年感觉很久 可是感觉 其实好像是最近才发生的 影片里的这位女孩 20多岁罹患子宫颈癌 基金会透过纪录片 记录下她离病过程的心境 从难过身体上某一部分不见了 都透过完年图转换想法 让大家看到的 不只是年轻生命 对抗病魔的勇敢 更是子宫颈癌 侵略女性健康的无形威胁 不过从近五年统计 罹患子宫颈癌的个案数来看 已经有逐年减少的趋势 现在民众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 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 都会自费来到医院 进行子宫颈癌疫苗的施打 不过在进行施打之前 都要先挂号看诊和医师 进行评估和讨论 经过医师的评估之后 民众就可以带着处方间 来到领药处来领取疫苗 接着到注射室进行施打 不过有子宫颈癌疫苗 适应症内的接种年龄 是落在9到26岁 而且最好是还没发生 性行为的女性 这也让民众好奇 而不在这范围内的人 像是9岁以下的孩童 究竟能不能打 打疫苗会有效果 但是到他国中高中 有性行为的时候 可能抗体浓度就降低了 相对的防护力 就会稍微减弱一点 另外年纪越大 对于接种疫苗产生的抗体浓度 也会跟着降低 所以医师还是建议民众 尽量在26岁前接种 若是怀孕的女性 则可在产后施打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 其实子宫颈癌的疫苗 男性也能施打 男生得到HP的机会 也是有 但是相对产生的病变比较少 那男生打的话 就是防护自己的女性伴侣 对于菜花有一定的防护效果 事实上从99年开始 包括新北市 桃园新竹县市 台中等八个县市 地方政府已经陆续 以公费补助新入学的 国一女学生免费施打 国建署预计今年 在增加彰化和云林偏箱和低收的施打补助 未来不排除增列预算 让全台国一女学生全面施打 年轻的小孩子 他的抗体产生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世界卫生组织 他有建议大概是在9到13 14岁左右 这个年龄层来施打 不过要避免感染 最好还是抹片检查和疫苗接种 双管齐下 才能尽可能的远离子宫颈癌的危害 TVB的新闻 蔡宗吴真一词 台北采访报道 超级电脑华生 已经成为了看诊好帮手 全球已经有55家的医院 导入了华生AI系统 这个就是这个人工智慧 给我们的帮助 另外一个就是这样的话 它顺便可以提供我们知道 这样的治疗 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医学在诊监和病患讨论 治疗的过程 提到使用人工智慧 作为辅助工具 这在台湾医疗业界是一个创举 到底什么治疗方式对它最好 通常我们医生要回去查资料 那更麻烦的是 有可能我也的确查了资料 可是我漏掉了 还有更好的资料 可是一年有5万篇的癌症资料 我怎么查得完呢 所以事实上有时候我们会 没有办法全面性的 查证 那Watson就是我的白宝箱 它事实上它已经把全世界最好的教科书文献都读完了 我可能为了一个困难的个案 我要花一个礼拜的时间去查证它的资料 现在我只要一分钟 它就很像是医师在问答一样 它会问你问题 那你就回答 那回答这个过程大概是两三个两三次 那你全部回答完之后 它就会给你一个治疗的建议 IBM在自然语言处理的能力很强 那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把这个文字读到电脑里 书上的文字读到电脑里面 并且电脑真正建构这个知识库 让电脑能够表现出像人类一般理解书的这个方式 这一套AI医疗系统来自美国的科技大厂 运作的原理来自于AI阅读了三百多种的医学期刊 两百多本的医学教科书 最重要的是将近一千五百万页的文件 有了AI的帮忙 让医生的医疗资讯随时保持在最新状态 我在想这个病人的问题 我想到的是八点问题 我以为我很厉害了 结果Watson告诉我 你还少问两个问题 那他为什么知道我还少问两个问题呢 他根据资料分析 我们现在两个多月内用了70几个个案 一开始第一个月用的个案数还很少 第二个月就突然间大幅上升 台湾的民众对电脑资料这件事情的接受度很高 他都会把他的根据拿给你看 例如说他是根据哪一个 根据哪一篇文献 他从哪一个段落拿出来的 事实上这就是Watson他自己去挖掘出来 不是人工一个一个找出来key in弄成的 所以这就是Watson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自己去读书 然后把里面的东西整理出来 整理成表格 整理成图像给你看 但是民众对于AI投入医疗 难免会有人想问 如果AI能够协助诊疗 未来还需要医师吗 他告诉你根据你这些资料之后 我帮你找到三种治疗方式 可是每个人年纪不一样 经济情况不一样 体能不一样 所以这三种治疗方式 到底哪一个适合你 当然是医生跟病人讨论 他是based on paper 所以paper很少的癌症 他也就没有办法 这很简单 或者那个癌症 很少人替他出新药 那也就没办法 有时候我们也会问到他最后说 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文献 可以告诉你对或不对 所以你人类自己要去判断 医师指出台湾是全球第十个 使用这一套AI系统的国家 目前台湾的医学界 对于AI的辅助性质 抱持乐观态度 认为在未来五年 AI在台湾医学会更普及 对于未来民众癌症的求诊 将会是一大利多 TVB新闻 陈建敏李燕颖 TVB 随着高龄化社会的来临 其实现在越来越需要 简易的医材走入家庭 而其中又以血压剂是最多的 国内业者就制造出来了 血压剂当中的法拉利 看起来就跟一般量测血压方式 一模一样 但其实它拥有心脏平谱专利技术 光听平谱这个名词很模糊 却已经拿下全球专利 不到30秒量测结果直接上传云端 短短时间内已经获得相关数据 甚至图形颇纹也已经绘制好 相较于一般血压剂 只有收缩压 舒张压以及脉率 但这个心脏平谱血压剂 却多了平均压 脉压与量测时间 光看到这里或许还一知半解 不懂数据意义在哪里 但第二张平谱波形才是精髓所在 就拿记者自己的量测结果做说明 第一个波纹显示的是心跳正常 不过第二个高峰旁 却出现了两个短短杂讯 代表可能有脱锤或半膜等问题 至于第三个小波纹 显现的是冠状动脉无不正常频率 我们从频率的领域来看 整个心脏跳动的情况 跟我们以前用时间领域来看 不一样 时间领域就是每秒跳一下 我们现在是把整个跳动的状况 分析出来里面有多少个频率 正常的应该只有一个频率 那如果它有三个频率 我们就知道它有不该出现的杂讯出现 如果再看不懂也没关系 底下文字说明还有分析 告诉你可能有些什么症状 提前预警心肌梗塞与中风 因此国内外获奖无数 攻占进国内上百家医院 希望这个产品能走入家庭 因为太多的人在家里面 心肌梗塞或是中风 我们希望他能够提前一两周 就找到他可能会中风了 可能会心梗了 让他到医院去 避免这些悲剧的发生 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保护你的心脏 如果发现心脏有问题 他会主动求救 除了比便当盒还小的心脏贫谱血压剂之外 现在还发展出专为长者设计的穿戴式 量测心跳与血氧 如果不规律就能呼叫 按下红色按钮 直接简讯通知家属 甚至控制台还会主动打电话通知 血压剂的功能被延伸 但这些成就都不是凭空而来 专利心脏评谱技术 让各界纷纷抢着合作 不少血压剂也期盼能有类似功能 让中风与心肌梗塞风险降到最低 国内的简易医材走入家庭 其实这个观念越来越普及 操作方式很简单 我们试纸放进去 然后采了血之后滴在试纸上面 医疗用品专卖店感受最深 像现在正在示范的旧式血糖剂操作 在家就能量测 饭前饭后血糖值 避免糖尿病再犯 业者统计 医材贩售最多的就是血压剂了 第二名是血糖机 第三名则是耳温枪 四五名依序是电热毯 以及呼吸道喷雾器 环境的因素 然后再加上我们老年化的趋势 所以购买血糖血压机的人数 其实是有逐年增加的状况 每个月再增加的话 通常都有10%以上的速度 这样的速度也反映在国际间一项数据上 2015年全球一财产值 3239亿美元 预估到了2018年将突破3800亿 年复合成长率近6% 随着高龄化来临 医材产业持续升温 台湾走向国际 还得迈开步伐 继续来关心气候潮湿或者是变化 会不会造成关节炎变严重 还有吃火锅汤底高普林 又会不会让关节炎更疼痛 带您来破除迷思 热乎乎的火锅吃下去 暖性又暖胃 但像是肋风湿关节炎的患者 可能对于这类的美食 近些不敏 就怕火锅里面的高普林 会诱发病情加重 加上时序进入秋天 天气不稳定 常常下雨似乎也是病友们的大敌 那像火锅那些大概是跟痛风骨 性关节炎比较有关系 跟内风湿比较没关系 过去的话有一些研究 显示说气压的变化 尤其是气压变低的时候 它是比较会影响到 这些发炎性关节炎的关节症状 医师程伟生解释 气压变化对于患者造成的影响 相关性比较大 其他像是湿度或是温度等 关联性较小 不过的确天气在变化的时候 有部分患者会感受到不适 风湿免疫科的病友 常常因为共闭的关系 像是眼睛干涩 或者蛀牙的问题 来到医院逛了一圈 看了好几个科别 才知道要到风湿免疫科就诊 因此在初期要特别注意三个症状 第一个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身体僵硬无法下床 第二个是关节红肿热痛 第三个就是这些症状维持 一个半月都没有消失 就要竞速到风湿免疫科看诊 避免延误黄金的治疗时间 尤其是停经前后的女性 是肋风湿关节炎的好发族群 几率比男性高出三倍 像是二十多年前发现自己有肋风湿 关节炎的病友吴惠文 因为手腕关节肿胀 本来想要到药局买贴布 没想到却遇到贵人 虽然确诊时间非常快速 但一开始发病的时候 关节胀痛生活起居都有很多的不便 遵从医师建议 按时吃药不擅自停药 因此一直以来都控制得很好 也加入类风湿关节炎 病友协会担任理事 协会里面目前约有三千多位 全台病友加入 也时常和风湿病医学会办讲座 让病友有更正确的观念 协会最主要的功用就是在于 让这些病友有一个交易 然后还有互相分享生活经验 然后甚至是疾病照顾的这些知识 那同时协会也非常着重在 那个疾病的卫教宣导 透过协会可以让病友们互相交流 全台内风湿关节炎盛行率千分之四到五 约是九万两千到十一万五千名患者 是一种需要终身治疗的 自体免疫性疾病 现在来讲的话是一个道三道金字塔的治疗 就是说一开始当被诊断的时候 就要用积极的治疗 先把他疾病控制下以后 稳定了到他缓解了以后 我们再慢慢减药 医师表示借由病情活跃度的量化评估 透过服药可以从高活性降低到低活性 甚至缓解症状 并有就能回归正常生活 对抗内风湿关节炎 最重要的还是好好吃药 才能控制病情 TVB的新闻 崔仲群 吕培军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微创的一楼器材 打造本土高阶一材品牌 它们主攻就是脊椎固定系统 还有微创脊椎手术 透过仪器协助让放置骨材的过程 简化到在不到一分钟就完成 再进一步结合新开发的骨材 从同一个小伤口灌入加热溶解的骨材 直接配合骨头形状填满 我们就问医师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在B&Q有的你们没有 后来医生很认真的想了一下子 突然说我需要一把热溶枪 可以去灌注东西 然后可以去塑形东西 这是研发中的热溶枪概念技术 研发团队透过转译医学 与医师密切合作讨论 找到临床上的执行难题 目前的有一些可塑性产品 但它通常都是太快就降解掉 那我们其实可以借我们陶瓷 和我们高分子的比喻来做调整 我们可以让它在最适合的时间 来做一个降解动作 未来结合断层扫描 得知头骨缺损情况 结合3D裂印技术 印制模型与可融性骨材 连头骨植物乳都可以量身打造 我们希望能够在一次手术就可以完成 现在的产品基本上它放进来 是一个比如说是压克力 有可能是压克力的材质 有可能是钛王的材质 那这些东西都不可以被人体吸收 研发技术当然要经过验证 钻石刀切割兔子脊椎骨还要再磨薄 放上显微镜了解骨材与骨头的结合情况 像这个就是骨材 我们植物的骨材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新长出来的骨头 基本上我们的骨材旁边 都有长了一些骨头在上面 工作人员仔细称精良 白色粉状物其实是两种人工骨材 上头有细小孔洞 适合骨细胞攀附成长 我们现在在这个实验室 10万HEPA等级 所有人员进来都要经过严格的换装 而且我们的仪器设备 刚刚也都经过了彻底的消毒 这里还有一个抽气柜 再进一步的加强捷径 因为现在工作人员正在分装的骨材 都是真正要应用在人体的 改善手术填充物 改善手术方式 微创依材业者同步进行 整间公司36个人研发团队就占20人 2016年开始才小有获利 前年开始到去年 我们整个研发经费是成长 2.5倍的成长 随着我们营业额的成长过程中 我们本来就很专注在投入研发 那目前我们这样维持的部分的话 是在我们的营业额的30%到40% 新创事业第一步就是脊椎固定系统 在微创手术当中除了依材研发 如何解决医师视线不良 达到精准放置依材是成功关键 它有可能住院的天数是7到10天 它所成造成的失血量是超过1000cc 必须要输血 那如果用我们这样所开发 这样的技术 微创的手术的话 它可能住院天数可以缩短到3到5天 它甚至它的失血量是降到100cc以下 全球骨科医材市场规模 年复合成长率有3.8% 预估到2020年超过433亿美元 其中以人工关节为最大宗 脊椎医材第二高 预估2017年会有80亿美元 那目前2017年全球的 就是骨科的产品 它大概有384亿美元左右的规模 那里面当然最多是人工关节 大概占了48% 那包含了一些脊椎的产品 还有创伤的 还有一些骨活性产品等等 其他的规模大概就是 大概20到16左右的规模而已 而其中台湾骨科医材的产值 约1亿美金 占全球市场不到1% 这类研发创新产品 打造与竞争对手的差异化价值 台湾骨财业者面对世界市场 脚步财正要开始 TVBS新闻陈又翔 周灵秀新竹报道 领药是看病的最后一个步骤 而药剂是在调剂药品的时候 压力其实非常大 一般民众都会拿着药单 来到医院药局来领药 事实上里面的药师 每天处于高压备战状态 我们带你来看看 药师辛苦工作的一天 一拿到药袋 从反应观察 这名年轻药师动作十分迅速 他是詹真荣 大人科大药学系毕业后 考上药师执照 在医院药局服务资历十一个月 每天上班看到药袋列印出来 也要同时检查用药记录卡 再来就是最重要的调剂 眼明首快 一看到药品名称 就要立刻反应药物在哪一个位置 最重要的关键 所有药品都是依照英文排序 熟悉了以后进行复合检查 有没有药品重复 最后再发药给窗口 一次又一次的精准执行调剂任务 药师坦言压力真的好大 蛮辛苦的 因为我们必须要拥有非常高度的专注力 对 因为任何药品 只要一出现有错误的时候 对于病人的身体状况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上线的前一天就是非常的紧张 很担心说自己就是工作那一天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到学长姐 毕竟我们还是一个非常菜鸟的部分 合药当然就是要合这个病人的适应症 然后看他用药的剂量品次途径这些 那发药的时候当然重点就是 在教病人怎么使用药品 药师在调剂时除了要专注 还要稍微留意一下 病人的症状和医师开的药 是否剂量有偏高 有没有符合药品适应症 而调剂时必须更严守三读五对 口诀从取药调剂到放回药盒 还得依照处方间进行名子对 药名对 时间对 剂量对 给药方式对 确认五对无误 但对于辛苦药师来说 付出的精神与劳力 薪资行情也有一定的水准 毕业后领友药师执照 在医院药剂部薪资五万到五万五千元 三年到九年资历 由五万五千元到六万九千元 十年以上资深药师 若有担任主管职 薪资至少七万起跳 社区药局现在它的薪资高 工作时数也相对比较长 对 那在医院的话 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 看各组不太相同 但是基本上就是每天工作八小时 对 那有些业务可能是责任资 但是因为这也就是跟一些教学 和学习相关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 就是还蛮愿意去 花一些时间去学习 医院药师不轻松 每天仅剩考量病人姓名药的剂量 甚至有可能引发的交互作用 也要注意病人领药时间 药师们懂得体谅病人 因为生病造成不适 药师一天的辛苦 为了就是要捍卫民众健康 TVBS新闻 罗士鹏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台湾医疗之光 我是秦琳谦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